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聊一下关于群演 多数的戏都有一些群演 群演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找 因为群演的话一般来说 很多朋友会觉得不重要 一想要过或者看不到这个背景之类的 都有这种 他会觉得没意思 而且的话也不可能配得很好 除非是一些很好的budget 一些commercial这些 那些可能会配得不错 但是一般的indie或者student film的话 基本上都是有些是免费的 就没有volunteer 就是没有不给钱的 然后有些就给个有费啊这样的 所以就不是很好找 总之就是要钱嘛 如果有钱当然就相对来说比较好搞定 另外的话 就算有些人有兴趣他想哎 我不管是演什么我就想去看 看看拍电影啊剧组里面去玩一下 但这种一般他不会愿意来很多天 他可能就是啊来一次他就已经体验到了 所以就够了 因为做群演或背景演员的话 其实有时候确实是啊你等的时间 比你演的时间要长很多 我也去做过 哎我有试过就等了一个大半天最后 最后说不要了都有 当然这个也是事先有说好有就好的制片的话 会跟你说好就是有可能会出不了劲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要等很久啊 都必须得stand by 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就不容易很多人都不想去等那么久 但是也不缺这种很有兴趣啊 对电影很有热情 他就觉得好玩 或者说他想往这边这个方面发展 有时候比如说你想acting做acting做演员的话 你哪怕先来做做群演 其实你慢慢就熟悉了拍摄的一些 呃环境和方式 然后另外的话你也会认识一些人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热情 和这种啊能力的话 一般也会被发现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本来是找一个背景演员 就是啊呃只要是身份合适啊 身材各种样子外形都ok的话 那应该谁都可以来演嘛 但是他在演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跟导演啊跟各个部门的人接触 这样的话你多多少少少就会 呃有一些交流 那会看得出来你是不是会演啊 虽然没有要求你会演 但是可能你提出的一些小的建议啊 呃或许很有用 比如说啊你说导演说你不用动啊 但是他说如果我这样往这边走是不是更符合常理 然后你一开始可能提不出这些建议 但是你去多了 你这个set你去多了的话你就会知道 其实哎某些啊运动啊一些动作啊 是不会影响到拍摄 但是反而会起到好的作用的 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发挥了你的作用 然后你就变得哎你会有想法 你也会演呃 哎 好的时候是一个群 本来是群演最后把它提起来 就演了一个配角有台词 然后或者有些是演配角 最后哎 然后某个演员缺席了 或者说来不了了 临时着急 拿换另外一个人顶上 这种情况都是经常都会有发生的 之前我有个朋友 我介绍一个朋友去演一个配角 啊他也准备好了 他也喜欢这个配角 那后来最重要的那个配角 跟一个明星对系的一个配角 那个角色的那个演员 最后拍摄的当天就表现的特别不好吗 然后临时就是这个明星的演员就说 哎他不行就说再耽误时间 呃那我们要换一个人 那我那个朋友就 就顶上去了 而且还拍得很好 嗯这种情况很多 OK我们以后多多交流 给我留言告诉我你想聊什么东西 你想有什么问题 关于群演啊关于啊剧组啊 我可以尽量的回答你OK 今天就到这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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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